天下无人书 只怕有情人 有千金都有地区 草存镇宝岛时代村 自从上一个学年度 举办奖助学金的表扬活动 今年也延续活动 更特别邀请到成丑阿嬷出席 并向在场努力读书获奖的学生名利之外 宝岛时代村的创办人江青梁 也向同学们分享自己的故事 希望可以鼓励同学努力读书 人不管在什么中困惑的状态 由于我打牌是你自己 别人我都给你打牌 一路来一定也是都遇到感恩的心情 靠自己的努力 民间打命以外 可以取之于社会 回馈于社会 最感谢就是这个当事长 今天人家有那个心 他可以带动 让这些企业家来参加 阿嬷也有时候一点心 我也有时候要来做过来 让他们义卖 要参加 宝岛时代村为了鼓励 南楼县内的优秀学生 自从107学年度就开始发放奖助学金 今年度更有县内各乡镇 520位的学生申请通过 总计发放金额将近200万元 发放了520位同学 那我们发放的金额是177万2000元 对那我们也非常的感谢 我们的这些同学呢 非常的踊跃 那比去年多了非常多的一个名额出来 对那我们希望说能够造福社会 让这些弱势夹景的小朋友 都可以努力力争上游 阿明轩非常感谢我们 草屯宝岛时代村 这么有用心 回馈于我们在地 南投县内的青年学子 针对清寒的学生 来发放奖助学金的部分 阿明轩也非常的感谢我们宝岛时代村 鼓励我们县内 所有的上行的企业家 可以效法我们这种宝岛时代村这种精神 透过奖助学金的颁发 主办单位希望可以勉励学生 努力读书 在未来有能力的时候 也要回馈地方 回馈社会 将这一份温暖与爱 继续延续下去 记得六成草屯采访报导 继续延续 老师 感谢观看